Hello 大家好 好了好了 就開始了 今天就有 我想到的是四個話題 如果說得完的話 就直接是很厲害 我突然之間很有Discipline 規劃得很好 這個就不是我 但是我會盡力的 我盡力去說完 我想說四個話題 那四個話題其實都是重要的 一點不緊要 現在才聲明 看看我講到多少 第一個就是 現在有新的研究指出 就是吃太多的糖 會令我們有精神相關的疾病 鄧嘉安 你好 這個稍後我會說 有什麼精神科的疾病 親愛的Eric 你好 Janice 你好 大家好 還有誰進來 Anthony 你好 這個就是吃太多糖 會令到 會 再說一次 吃太多糖 令到身體 產生一些反應 會令到 精神科的疾病 有機會產生 你不能夠斷章取義地 直接說 吃太多糖 就必定會有精神科疾病 並不是這樣 但是英文直接說 Alarming new side effects of eating too much sugar sass study 就是linked to several maniac disorders 行不行 好 另外一個想說 就是 有一款洗頭水 這款洗頭水 還要在香港 是有得賣的 這款洗頭水 現在 就在美國 有一個集體訴訟 那這個訴訟 是跟什麼有關 就是跟它裏面有支援物質有關 這個也挺可怕 因為我在香港 是看不到這方面有的 相關的報道 即是消委會 或者是其他的新聞台 好像很奇怪 好像得可知 整件事 Hello 我們有Mankit Seal KKB Kong Agnes 你好 梁慶天你好 很久沒見 MTSB Tong LB Goodfish 大家好 好 好了 還有會說些什麼 想說少少生童 因為現在是新的一年 我其實每天都會見不同的客人 有些客人就會說 我放棄了 我生童了一段時間 然後就沒有再生了 新的一年 雖然坦白說 我們都不特別看好這一年 我不覺得2021就是 新的一年一定是新氣象 新希望 接著疫情就會消退 我並不這樣認為 我反而覺得今年會更嚴重 老實說 還有大家如果之前有聽過一段時間的話 其實都聽我說過 太陽倫時代 進入深倫時代 這一個 跟印度神童所說的 土木合相 還有六星連珠 那時間上是配合的 所以這個也是加重了 為什麼我不覺得 我看好你這一年會相當之好 但是 外面發生的事是外面的事 你要保持你自己內在的平靜 自己內在的平靜 沒有人可以幫到你的 是你自己去維持的 所以 生童可以令到我們的身體 是一個最好的狀態 我們經常都說 四大層面 就是物理 就是大家理解到的 看到看到 感覺到 你的身體一塊塊的 就是物理層面 背後有情緒層面 還有能量層面 就是大家熟悉的 什麼月位 經絡 麥倫 最後就是靈性層面 有四個層面 但是 生童可以照顧到的 其實就是物理層面那一邊 但是重不重要呢 重要的 因為你有一個好的身體 健康的身體 它才能夠 背著你周圍去 如果你的身體不健康 你病住 周身痛 其實你講其他的事情 會不會受影響 一定會的 情緒一定會低落 一定會不開心 為什麼 我明明 好地地 我應該是出家去玩的 但是 我周身痛 我有病 甚至一些很嚴重的 是Life Threatening 的病 就是威脅到生命的 例如癌病 心血管疾病 糖尿等等 它慢性不代表 它不影響到你的身體健康 不影響到你的身體健康 不影響到你的生命安全 我每晚聽光明亮 都會聽到唐靈的聲音 就說 這個糖尿病患者 比普通人患上心血管的風險 高400% 然後患上心血管疾病的糖尿病人 生命可以縮短12年 比普通人 所以 它是否真的 一個 我們只要肯吃藥 就可以管理到的疾病 YES AND NO 為什麼YES AND NO 就是 它絕對會影響到你的生命品質 你會不會想 你退休之後 那些錢是用來供養醫生 而是去旅行 那怎樣做到這件事呢 還有 我們為什麼 現在越來越多 慢性疾病 越來越普及呢 和飲食有沒有關係呢 如是等等 我相信這件事 其實我不需要下定論 大家自己其實都心裡有數 Kimmy 你好 我打算回答你 我記得我欠你 我真的打算回答你 我真的打算回答你 好了 然後 最後有些個案分享 那些個案分享 就是和清理有關的 我覺得是很興奮的 OK 約了 先提一下 我待會爭取時間說 分別是三個不同的個案 Hello Lasher Sue Peter Law Kimi Derek Joelle LFG Rainbow 你好 那位男生是他女朋友帶來的 他來的時候 我已經一再強調 他的清理會很強烈反應 奈何呢 他也是清理了五天 他親身有上來 他上來五次之後 他那個反應太猛烈了 而嚇怕了他 其他兩個例子 我待會也打算說 如果時間去的話 OK 那我們現在 按照剛剛說的次序 先說一下 好嗎 剛剛說的第一個要說的例子 第一個要說的個案 就是 現在有新的研究指示 New research has linked over consumption of sugar with several manic disorders 新的研究指出 原來我們吸食過量的糖分 是跟我們的老神經疾病有直接的關係 OK 其實呢 今時今日 我們大家都知道 其實吃太多糖是不好的 其實呢 會引致我們肥半 很多人 他不肥 就覺得 那我就不用生肚了 我也不肥 那我就瘦了 但瘦底有糖尿病的人 其實為數都不少 我有個朋友的朋友 是四十幾歲的人 就糖尿病過了生的 四十幾歲的人 其實很年輕而已 OK 但是他喝新的東西 都是有糖分的 是的 Derek 你等下報告嗎 是嗎 你等下什麼報告 Derek 我們容後說 好嗎 因為我記得你清理了第一次 第二次 就 清理了就是 是 直接去第三次 其實 不過我們容後再說 因為其他聽眾 就在等著聽這個報告 我相信 所以大家一向都知道 其實糖尿病會令我們肥 那我就說 那個tricky 那個 就是吊鬼的地方 還有那個黑暗面在於哪裡 就是說 其實呢 那是不是我不肥 我就不用生肚呢 那如果這樣說 其實我都不是瘦肥 是吧 我都不是肥到300磅 我都不是200磅 那我都是百多磅 那我是不是可以不生肚呢 那你們拍過很有趣的 但是日本有些很貴的牌子 例如Polar 它出一些抗糖化的補充劑 哇幾千元 但有人又會買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們知道 糖會令你身體產生大量的污染物 我們叫做代謝污染 那會令你加速老化 會影響你的身體健康的程度 譬如說 關節老不老化 肌肉會不會鬆弛 皮膚會不會鬆弛 你的骨膠原的support system 那個彈弓 會不會瓦解呢 都是跟糖有關的 但是我發覺大家 面對誘惑的時候 往往就中了招 之前也有解釋過 為什麼對於誘惑 我們這麼難以說不 其實這個誘惑不只是對糖 糖會說我不吃甜品 但你還在吃粥糞麵飯 那就是有糖 這個糖 大家記住我們說的時候 不是說米字邊的糖 是好像西字 其實是有字 有字邊的糖 意思就是 任何你吃進去的東西 它能夠轉化成單糖 成為葡萄糖 我很可愛嗎 是嗎 居然有人用這個形容詞 你不知道我多麼恐怖 好了 總之所有東西 我不管你吃的是薯仔 還是烏冬 還是喝一罐可樂 還是一碗飯 其實是一個樣的 可以嗎 你記不記得早兩集才說完 其實白飯的升糖值 和你吃蔗糖是沒有分別的 即是你咬蔗糖 吃蔗糖是沒有分別的 所以 貓毛 貓毛 對 所以 當你以為我吃不到甜 你就以為沒事 少年你太天真了 因為它進入你的身體 它自然就會分解 分解成為葡萄糖 當然 如果你買一罐葡萄糖 那當然是災難 但不代表你那碗白飯不災難 OK 之前也有解釋過 其實什麼叫升糖值 升糖值 只不過是那件事進入你的身體之後 它需要多久去轉化 然後令你的血糖升到最高的水平 你可以這樣理解這件事 那麼 升糖值慢 和升糖值快 我的比喻就是 如果那件事是一個毒品的話 它會令你快點HIGH 和令你慢點HIGH 它也是有毒的 OK 所以 利身 我不認為大麻是毒品的 不代表我有用大麻 但是大麻是天然植物 而且 自古以來 真的自古以來 OK 不同的部落 煞滿 都有用的 對 明白嗎 所以我不認為它是 提煉出來的 譬如 DMT 我認為是不同的東西 所以我便利身了 好 然後 我的兒子來騷擾我 所以我帶他 給大家看看 過來 Ayo Paisley Boy 一個肥豬仔 哎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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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了 怎麼了 對了 忘記了新年快樂 你現在在鏡頭說嗨 你做一下貓主持 快點做回你的貓主持 媽媽不疼你了 乖 媽媽不疼你了 乖 我不疼你了 但是 你拍一下膠 在鏡頭面前 你拍一下膠 你看看你多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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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媽媽一樣 哎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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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回來 不好意思 Eric你不要引我 在鏡頭前說髒話 是不可以的 OK 在我的社區中心 如果所有都在熟客的時候 我就會盡情地 將我的詞會發揮 但是在鏡頭面前 是不能這樣 會嚇壞人的 你明白嗎 OK 繼續 那就是 為什麼現在 會越來越肥 大家 OK 其實我開一張照片給大家看 但是 開照片 我需要時間找 大家 OK 那 這張 貓帽 大家就會看到 這張照片 大家就會看到 給我一點時間 OK 你就會看到 以為 為什麼那個年代 其實沙灘 在美國 OK 是沒有肥人的 這樣 覺得很驚訝 這件事 那這張照片 我還在找 這樣 要繼續給我一點時間 哎喲 我找到了 恭喜我 OK 大家可以看看這張照片 OK 看到嗎 親門 看到嗎 OK 我再對一點 光圈有少少影響 你找不找到一個肥人呢 對了 這張照片 我之後放回去 生童感受的項目 好嗎 我知道 現在你看到很吃力的 那算吧 那就是 1970年的時候 沒有一個肥人 你是找不到一個 一個 不論是男女 都沒有 男女就像男模特兒一樣 有胸肌 有隱藥的腹肌 那個年代 健身還不是很流行 不像今時今日 每個人都去健身 每個人都有健身 每個人都有健身的會籍 並不是這樣的 OK 但真的沒有肥人 但今時今日 你在美國 你看到 三分之一 都是肥人 OK 好了 你覺得無毒有偶 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有原因的 就是 多謝 食品業界 的Lobbying 就是什麼叫Lobbying 酒店大堂媽 就是一個遊說工作 他們去美國國會 美國的遊說工作 是合法的 他們有很多錢 去遊說參議員 遊說 他們通過一些法案 那法案通過了 大家包括 你可能會覺得 是不會的 是不可能的 包括什麼呢 包括現在的營養師 美國執業的營養師 其實他每兩年都需要 重新再考核過 逐牌 我可以簡單說 你猜逐牌 背後的贊助是哪一家 聰明的 你猜到了 就是可口可樂 就是這樣 所以你覺得 有沒有機會 營養師會跟你說 不要喝可樂 我想機會不是太大 我不會說沒有 機會不是太大 所以他們也會 很有技巧 跟你說 吃糖是沒問題的 而其實當中 對不起 我踩到一隻貓 你沒事吧 沒有骨裂 好 繼續 所以當你明白 背後千絲萬縷的關係 原來食品業界 飲品業界 他們用了很多錢 去做廣告 然後有贊助很多不同的講座 贊助很多不同的大學 去做一些研究出來 去告訴你 麥皮是有一個 飯是好的 然後 糖是沒問題的 那你就會明白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 有衝突的資訊出來 首先你要生酮 一定要明白 你的基礎要打得好 正如你在我面前放什麼 冰 海洛櫻 海洛櫻 還有什麼 叫做冰 海洛櫻 還有什麼字眼 這些 K仔 你放的在我面前 我不管 我吃了之後 我會多開心 我不會吃 因為我很深入我的系統 我很清晰地知道 這件事一定是得不償失的 明白嗎 所以為什麼很多人生酮 生不到下去呢 就是因為 其實不是誘惑太大 而是你個人對生酮 這個概念的認知有多深 當你明白了 很深入地明白 這件事為你帶來的好處 不單純只是 我減肥啊 我瘦了 我瘦了 我瘦了我就吃飯了 這是因為你的認知 太過片面 你只會停留在 要瘦 那瘦了就可以了 然後 我怎麼可以這麼長時間不吃飯 你會很容易被人游衰了 而且如果你的認識 不夠全面的時候 別人說了兩句 你就會拜 就是說 其實呢 這個生酮飲食短時間可以的 但是長時間就不行了 你的肝會受不了 你的腎受不了 你給我一些數據 我證明吧 我帶回你很簡單 我帶你的方法就是 難道我們史前人類的祖先 就是Hunter Gadara Paleolithic時代 什麼是Paleolithic時代呢 就是中文叫什麼 Anyway 你當舊石的時代 我隨便說一下 舊石的時代 我們的祖先 你猜他們會不會 睡醒去茶餐廳 吃個A餐或者B餐 不會的 他們靠什麼為心 他們吃什麼 他們是狩獵的 Hunter 行先 Gadara 這個有原因 正如食物的標籤 最大的成分 一定是行先的 所以他們會拆開 糖有六十個名字 就是這樣 因為他們不想 就這樣一個字 Sugar 寫完 Annabelle 其實你應該要洗澡 除非用砂糖 繼續 這樣 所以你會看到 拆開 這個現象 我想說 不只是屬於某個地區 任何國家 你拿一個標籤 你看 很多項目 其實裡面都是一樣的 只不過是不同的名字 例如我叫你BB Juju Honey 我叫你什麼都好 其實這些都是 我的親愛 我的寶貝 就是那個意思 你明白嗎 都是同一個人 但他有不同的名字 所以 無論如何看標籤這麼重要 在我說這個標籤之前 我在說什麼 Eric 我還沒說標籤 排名之前 我是在說什麼 Sid 我真的忘了 Anyway 這個就是我的記性 我的記性就是這樣 我是不是自己弄一弄 我自己的頂論 是否微心論 啊 有沒有人記得我剛才說什麼 你現在說回我記得了 你的認知要夠清晰 就是為什麼 生蠔可以令你重過身生 肉體上令你重過身生 OK 而清理脈輪 是令到你整個人的身心靈 重過身生 是有分別的 OK 我有不同的客人 會 可以TESTIFY 去說 嗯 清理很重要 清理完之後 直接脫脫骨 重過身生 這樣 我快要逼他們拍片 OK 現在我還是很nice 跟你們說 其實呢 你們寫一個review給我 知道嗎 教功課 每個人都要教功課 這樣 看見我便教功課 不然下次不幫你做 這樣 但是呢 拍片是好的 如果有人寫得 肯 幫我一把 因為我要推的東西太難了 其實我發現沒有人明白 Anyway 繼續說 好了 所以你會發現 剛才看到那張照片 1970年的時候 尾巴的沙灘 是一個肥人都沒有 是一個都沒有 隨便撿 任何一個女生都是美女 任何一個男生都是 哇 有肌肉的 那為什麼呢 之後呢 現在變成三分之一是肥人 四分之一是肥人 因為 大家要留意 就是剛才所說的 就是那些Lobbyist 就是美國國會不斷地Lobby Anthony Jeng 非常好 Lobby of Food Industry 這個時候 所以跟你說 獨立思考的重要 就是有些人 像我那樣 不怕被人暗殺也好 被人滅癡也好 你看過之前有些所謂的醫生走出來 瘋狂地攻擊我 為什麼呢 就是要抵複我 其實他拿了什麼 你改了我多少次名 你以前做過什麼 其實沒有關係 我講出來的東西 那個內容是不是很熟實 其實和我這個人做什麼 我小時候讀哪一間小學 或者我小時候試過賴尿 那些是沒有關係的 你明白嗎 但是 這一種是一種很卑劣的 當然人間謀殺的方法 但是 不管 現在聽的人 或者將來在YouTube上聽的人 你們是心水清晰的 你知道其實內容才是最重要的 我們現在說 肥胖的突然之間暴升 它跟什麼有關呢 就是跟 Sugar consumption rose by 25% Between 1970 and 2000 我夠膽告訴你 今時今日不止25% 英文翻譯中文就是 由1970至2000年期間 糖的吸收是暴升了25% 所以為什麼現在有四分之一 或者三分之一是肥人呢 是有原因的 因為25% 多了的sugar consumption 好笑的是什麼呢 它是直接有 Exact parallel with the increase in high fructose concerer production 就是高果糖的縮膠 大家女生很喜歡吃那些很漂亮 很精緻的蛋糕 千萬不要讓我看到 因為我看到是反圍的 就是那些顏色很漂亮 很鮮艷 整個粉紅色軟綠綠的那些 或者整個綠色 那些很亮 那些很亮 其實那些就是高果糖縮膠 而其實你在外面買的那些 台式飲料 就是珍珠奶茶啦啦啦那些 其實裡面的糖粉就是高果糖縮膠 它不會用借糖的 因為借糖的成本貴很多 好了 那你就留意到了 那些人越來越肥 為什麼越來越肥 因為原來 那些稅客去美國 不是白宮 去華府 去稅 他們要改飲食政策 背後有很多資助 然後就變成了一些標準 什麼飲食金字塔的那些 OK 就Favor糖了 整個金字塔的底部是糖 那這個金字塔是什麼年代面世呢 大家看看這七幾年的時隆 OK 好嗎 其實超金字塔一看 就是絕大部分都是糖來的 那所以為什麼我跟你們說呢 是要刀手指 我以前不懂 我就是刀這些最肥肉的位置 好嗎 麻煩你們刀這些鞭 就是生肚子的位置 就最不痛了 OK 好了 我就想說 你看看 最近有一個 就是那個 review by the union of concerned sciences 他指出我剛才說的 就是1970至2000年 OK 多了25% of sugar consumption 就直接 就和這個高果糖縮膠 引起 OK 的瀉肥 是有直接的關係 OK 在2013年 有一個review of literature OK 就是同行 同業 OK 大家都是科學家 大家去review了 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叫PLOS medicine 他們就分析了18份scientific conclusions 就是科學的結論 就是科學的結論 十八份 他們就直接能夠找到一個關聯 就是有糖的飲品的吸收引致的肥胖或者癡肥 你說得對 董榮 我是有對著說的 因為我忘記了這些資料 不是 我是沒有辦法很清晰地記得每一個細節 你知道這些東西說錯就會害到別人 所以必須要很清晰 OK 好了 然後他們發覺他們review了 OK 在十二份裏面找到十份的醫學資料 這個科學的結論 就是over consumption of sugar 不單止令到你會肥 媽媽的老母 也都有其他的risks 其他的風險 包括癌病的風險 以及感覺到失落 情緒低落 他沒有說是clinical depression 但他說是feelings of depression OK 現在是新的study 現在是新的study 就是evolution of human behavior 那我就說一些新的東西 就是什麼呢 就是說 過多的糖分吸收不單止 是剛才說的那些 會肥、會癡肥 接著有機會增加患癌的風險 令到你成水低落落落落 之餘 還有什麼呢 你問我 就是肝硬化 脂肪乾 這些 還有痛症 這些全部都相關的 但是我今天要說的 就是the research from the University of Colorado 很難讀 MEDICAL CAMPUS 我也不知道我讀錯一個字 suggested that sugar could play a role in driving several manic behaviors 包括什麼呢 原來吸收果多糖會令到你 有精神方面的情況 有這樣的精神 不是個人特別精神 是包括什麼呢 是aggressive behavior 就是一個人很衝動 好像控制不到自己 aggressive 有侵略性 Bipolar Disorder Bipolar就是躁鬱症 有一部電影 我記得很小時候看的 是Richard Geer做的 他之前那一刻還很風趣幽默 他去銀行提款機 就是櫃桌 跟那個人說 我要一份腳毛巴 薯條可樂 那一部櫃桌的女生 是女生 就在笑 有英俊 然後他就很不開心 很討厭 上到大廈頂 我不知道你身邊 是否認識這些人 就是躁鬱症 當然這個需要精神科 醫生去引證這件事 當然我不能隔空 就給一個討論 說你有躁鬱症 因為你瘋子 不是這樣 如果是瘋子 應該是我 但是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 情緒的波幅很大 很不開心 想自殺 分分鐘 不是一定有這個症狀 他一轉頭說很開心 很亢奮 不斷就像搖搖板 這樣搖來搖去 這個就可以寫出 什麼叫Bipolar Disorder 然後就是 Attention Deficit Hyper Activity Syndrome 就是我拍檔 Boudin 以前是有一個情況 他生同學之後 就沒了 他自己知道 他自己說出來 ADHE 就是個人坐不定 很多爸爸媽媽在那裡 在罵小孩 說他讀書 坐地上讀書,但小樓走來走去 對他們來說,坐在這裡五分鐘 都覺得過了一小時那麼久 注意力 中文,幫我翻譯一下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Syndrome ADHD 專注力不集中 很亢奮的情況 其實原來是跟唐有關的 We present evidence that fructose by lowering energy in cells triggers a foraging response similar to what occurs in starvation 什麼意思呢? 我們現在顯示 原來有證據 就是果糖會令到細胞的能量降低 接著它會引發一系列連鎖反應 是好像你在一個激緊的狀態之下 OK 現在其實在說什麼呢? 過渡弱症 Thank you,過渡弱症 OK 其實就是說 你明明吸收了很多所謂的養份 你以為是養份 OK 吃了烏冬 吃了飯 喝了可樂 吃了餅乾 其實這些全是令到你的細胞會癌餓的 原來 因為你的細胞是在Sarvation Mode 這位是科學家的什麼名字呢? 他是一個醫生來的 就是Richard Johnson 你可以自己上網搜尋 M.D. Professor of the University of Colorado School of Medicine 他就說 其實他會令到人有什麼反應呢? 包括Risk Taking 即是很想冒險 例如你想去Bungie Jump 你想去駕駛車 或者你想做一些很刺激的事情 令他很有冒險的心情 Impositivity OK 就是那個叫什麼呢? 衝動 他人很衝動 OK 跟著 Norality Seeking 不想找一些很新奇的事情 定不下來 定不下來 Rapid Decision Making 就是立刻做決定 OK 跟著 Aggressiveness 他人很有侵略性 OK 因為為什麼你會有這些反應呢? 其實這些反應 你想一下是什麼反應 就是當你在機械的時候 當你沒有東西吃的時候 你正常有這個反應 因為你沒有這個反應 你是會… 你明白嗎? 所以你有這個反應是正常 但是最恐怖的地方 其實是你在吃東西 你在吸收糖分 但是為什麼你會這樣呢? 就是因為原來你的細胞在喊我 而你不自治 其實我呢 平時做討論 我也有跟客人說 你以為你吃了東西的飽 其實你的細胞是沒有飽到的 OK 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因為今時今日的泥土 的養份非常不足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不是在用有機的肥料 就是大家的便便 動物的便便 或者蛋殼也是肥料 不是在用有機的肥料 而是在用一些化肥 主要是Prosperous OK Prosperous OK 鱗 所以其實植物生出來 泥土根本沒有足夠的養份 所以你以為人家在吃 很有益 在吃沙律 但是其實吃下去沒有什麼 OK 而呢 我們吸收的海洋植物也不夠 那麼我們的礦物質也吸收不夠 所以現在每日大部份 你看看你自己叫那碟 所謂的碟頭飯 比例就是 有一半以上是白飯 肉可能佔20-25% 然後其餘就是菜 所以蛋白質不夠 油脂不夠 維他命不夠 礦物質不夠 其實我一再強調 要吸收礦物質 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骨湯 因為你現在是把動物 組織裡面的礦物質 釋出 由你人體去吸收 因為大家都是哺乳類動物 所以大家的基因排列 非常接近 我們說的是90% 它的礦物質 在骨頭裡面儲存了 釋放出來 讓你吸收 你還怕不夠 沒問題 再加一些昆布 海藻 其實你們如果上來 我放在新加坡頭 我有一盒盒的 在埋名的 進去右邊走到尾 一盒盒 我們有愛爾蘭的昆布 然後有冰島的 然後有日本的 為什麼我不是鄰近地區的 便宜這麼多 因為鄰近地區的 海洋污染很嚴重 所以為什麼你選擇一些奇怪的地方 例如冰島 海爾蘭 那些 就是因為你的水域夠乾淨 否則你吸收的就是 海洋污染 油污 和化工廠釋放出來的化化物質 OK 所以自己煲一湯 你可以確保 你吸收礦物質 會足夠 而維他命很困難 維他命很困難 維他命很困難 就是 不是你吃一粒中學維他命 就可以了 因為 你要明白有 Co-M-Sign 和M-Sign 即是你要有不同的酵素 或者酵素 去幫助你合成和分解 如果你沒有那些食物 其實你吃了一粒 然後又會出來了 明白嗎 OK 所以我覺得今天未必一次過 可以說完 所以我就可能要分多一次 下一集再說 下一集我會再說 就是當你去超級市場的時候 你要避開的食物 我的名單上有30樣東西 即是最多糖的那30樣東西 但是當然 這個國情不同 可能我們香港這邊 Hello Allen 是的 我們這邊的國情不同 就未必是 exactly 30 樣東西 但你大概有一個 idea 你知道你要避開什麼 OK 好嗎 我說完這個 另外一個也很重要 我必須要說 OK 那就是 我現在先開它 就是一個洗流水 這個洗流水 在美國現在 就被人做集體訴訟的 原因是因為它裡面有甲醛 甲醛的載體 就會在你使用的過程裡面 它會釋放甲醛 OK 甲醛是什麼呢 是一個非常有毒的滋鑑物質 這樣呢 就 給大家看到是什麼牌子 OK 看到嗎 OK 對了 就不僅是這個洗流水 是這個牌子裡面 這間公司是一間很大的公司 聯合利華 這個洗戶系列的牌子 叫做Tresemme OK 它現在說的是 Keratin Hair Smoothing Shampoo 以及Keratin Smoothing Color Shampoo 這兩個是首當其衝的 OK 它們發覺 這個 原來裡面 它有一個叫做甲醛的載體 我簡直有一個名字 DMDM Hydantoin OK which是什麼呢 就是一個Farmelahide donor known to slowly leach Farmelahide when coming into contact with water OK Farmelahide is a well-known human carcinogen that can cause cancer and other harmful reactions when absorbed into skin OK 這個位置 我就輪到我邊試了 我講了一億次 我講了很多次 所有東西接觸到皮膚的 入口的 接觸到皮膚 你都要極度小心 OK 很多人就覺得 可以的啦 沒問題啦 洗衣粉又就這樣買商用的 還有 洗碗的又是用商用的 還有 OK 好像這些洗頭 洗澡 又在外面就這樣買 這個DMDN Hydantoin 是什麼呢 它的中文 我搜尋了 就叫做DMDM月異泉 泉 泉就是有字寶 就是要篩漸 接著就是汪明泉的泉 草花頭的泉字 DMDM月異泉 OK 大家可以檢查一下 這個東西 其實是甲泉的載體 OK 它是會 你知道了 我一說到這裡 我就很大壓力了 待會有些什麼化學博士 又跳出來 我們又不知道 他背後是否收了什麼贊助 要出來攻擊我 那我這些很容易攻擊的 書讀得不夠他們多 你明白嗎 所以是很容易動我的 我說的是事實 大哥 現在真的在美國被人集體 在訴訟 三個級別 The national class is all persons in the US who bought the products 在美國這個民主政制的國家 所有人是全國性的 National class 任何人買過這兩款產品 Tresemme Keratin Hair Smoothing Shampoo 第二個 Tresemme Keratin Smooth Color Shampoo 都可以加入這個訴訟 第二個 The consumer fraud multi-state class is all persons in the states of California 加州 Florida 弗羅里達州 Illinois 不知道中文叫什麼 Massachusetts 馬省 Michigan 密西西比州 Minnesota 不知道中文 Missouri 不知道中文 New Jersey New York and Washington who bought the products 第一個是全國性的 第二 就是剛才說的幾個省 Multi-state Consumer fraud 就是什麼 是消費者的詐騙 第三個 The Illinois class is all persons in Illinois who bought the product 所以你看到它是三層的 全國性 第二級就是 California Florida Illinois Massachusetts Michigan Minnesota Missouri New Jersey New York Washington 再加一個 Illinois 現在 是在告這間公司 Unilever United 聯合理華 這個牌子 Tresemme Hair Products OK 這樣 問題是 就是 這個 DMDM Hidenoid Hidenoid 很難讀 這些字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大家會讀到 DMDM 如果是穴兒傳 它在什麼情況下 會構成 威脅 對人體 我離遠 十米看著 它會不會有事 未必會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在什麼情況下 就是當它 接觸到水的時候 你洗頭 什麼水呢 各位觀眾 明白了 所以就被人告 如果大家 真的在香港 買了這個產品 建議大家可能 等了它 我也希望 香港的消委會 或者其他媒體 可不可以找人報道一下 這件事 因為我個人 勢丹力薄 我講了都沒有力 我只不過是轉載 美國發生的事 這件事 什麼時候 刊出的呢 就是在美國 11月16日 11月16日 這個已經是公開的資訊 OK 所以 大家回去照看 看看有沒有這個 產品 在使用 而我收到的資訊 其實還有這些 產品 都可能 有影響的 OK 大家可以看看 OK 看到這個牌子 OK 我暗一點 你們容易看 OK 看到嗎 OK 然後繼續滑 OK 這個牌子 OK 其實 這個是未確認的 是不是真的 這一堆 產品裡面 都真的有 剛才說的 DMDM 月二傳 我不肯定 只不過 我收到的資訊裡面 是有這些產品 但是大家有責任 自己做確認的 OK 因為這些產品 有很多 其實我自己沒有 我也沒有 在香港找到 他們 所以我幫不到大家 做一個很全面的 事實 所以我現在就這樣 先看 OK 如果大家覺得 有不安心的地方 你家裡剛剛有一瓶 請你揭去後面 看看成份表 這個牌子 也很多人用 對嗎 對嗎 包括剛才 其實這個牌子的 男裝 和女裝 都很多人用 所以大家如果擔心的話 就真的自己揭去 瓶子後面 看看會不會 有這個成份 在裡面 因為這個成份 如剛才所說 它是浴水 去釋放甲醛的 而甲醛 就是很強烈的 致癌物質 OK 所以 剛才大家 在我看的時候 你看到一些牌子 有些很大的牌子 Dolf Neutrogena 我不是說 它是有 我只不過提醒大家 如果真的 自己家裡正在用 趕快拿出來 看看背部 是不是真的看到DMDM 月耳傳 它的英文就是 DMDM Hydentoin 有些是PNG 有些是Unilever 所以我自己 我本人 是不用商量產品 當然我又可以 說 這個牌子多麼亮 那些是無謂的 然後嚇大家 去精子 扯來扯去 無謂的 OK 我一直 我一直 我一直都叫你們 不要用這些 對嗎 都跟我的頭很亂 不是第一天說的 為什麼我要做洗頭皿呢 OK 原因就是 因為我知道外面 有很多的成分 其實真的不安全 包括洗碗 洗碗 我都要你們用茶子粉 因為茶子粉 才是真的安全 純植物件 用了這麼多千百年 那有什麼不安全呢 因為其實你洗碗 你過水 你過了四次 還是六次都好 它還是有殘留的 所以請大家真的愛惜生命 因為 死未必是一個問題 但是不死 然後長病才是 Thank you Thank you Eric You're an angel 才是問題 OK 我講了這兩個重要的資訊 然後 現在就要講清理的部分 清理我想分享一下 清理是說麥倫清理 有一對的雙人 有一對很好的男女朋友 那女朋友明顯很愛她的男朋友 互相都很愛 非常甜蜜 見真的很開心 那女朋友就是聽眾來的 她就帶她男朋友上來 想她清理麥倫 第一次她上來就這樣檢查 檢查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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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查多少個黑暗麥倫 檢查什麼呢 檢查什麼呢 這個男朋友就說是月兒 她就問她老闆 原來她老闆很熟悉 她懂得清理麥倫這件事 她也有找其他人做 然後呢 她談完 那一次她沒有馬上做 然後回去了解 談完之後 再回來做 我有跟她一再強調 這個男生 她的清理會很大反應 但我有跟她說 一說再說 必須要有心理準備 你那段期間的清理 你會很大反應 而不只是她 其實我每一個客人做麥倫清理 我也很強調這件事 就是你有機會 就這樣 惡氣 嘔 嘔 有人爆濕疹 有人爆哭 有人爆無助感 然後很不安 很焦慮 很多恐懼 發惡夢 這些我都說過了 其實 因為麥倫是橫跨什麼 是橫跨能量 情緒 物理 她其實差 這個靈性系統沒有 基本上她不牽涉靈性系統 你說完全不牽涉 其實不是的 你死了 你的靈識怎樣離開身體 跟麥倫有關 但這一部分比較深 我現在不說 她說 Thank you Alan 但是呢 因為她在能量層面 絕對影響情緒 所以清理期間 你爆情緒 突然之間覺得 人生沒有了希望 我沒有了 我做些什麼都沒有用 就是那些 你會這樣的 如果你本身 你的底輪是黑暗面 又跟小時候 有很多童年創傷有關 你一定是爆這些東西 爆怕 爆不安 跟著 你不明白的 周身痛 因為記住 麥倫系統 能量 去情緒 再去什麼 就是身體 物理層面 所以 我有 另一個客人 是泰拳雷拳王 她稱你麥倫 她專門有一次 她專稱底輪 她那個人就是 哇 我整個禮拜 就是盯住了在床上 那時候 應該是第三波 她說 我整個禮拜不想下床 是下不了床 因為她那個禮拜不用教拳 她想著清 是莫名其妙地 會瘀 關節會腫 水腫 周身痛 被人打來 她說 我明明沒有教拳 我明明沒有 不能上課 我健身痛 但是 偏偏就是這樣 為什麼 她正在釋放 你留意下 底輪釋放的是什麼 底輪釋放的 如果我們說 身體層面 就是肌肉關節 身體層面 主要是肌肉關節 的毛病 裡面的舊患會發出來 七驚無神的瘀 那些 瘀是什麼 瘀就是中醫說的血瘀 散出來 行不行 所以如果你說 我清理的時候 我七驚無神發覺 自己瘀了 腫了 然後周身痛 那你就知道有了 就是要這樣 發燒也關事 我告訴你 我之前提過 我以前免費 在我爸爸過身 那一個禮拜 就是死忌 由過身到火化 那一個禮拜 我便免費幫人做清理 然後有人就說 你說我沒有了 他幫我清理 然後我發燒 然後我已經發覺 可以了 不用再做這件事 為什麼 大家其實不明白 原來你不明白 發出來才是好事 我想問你 其實你想像一下 你自己便秘了 二十天 然後你去看醫生 我便秘 我坐不了 我現在肚子堵住了 我現在肚子堵住了 我連食物都吃不到 你不要試過去旅行便秘 我試過 然後你發覺 你連胃口都沒有了 真的 因為你的身體要調節 你的肚子堵住了 沒有位置讓東西落 他出不了你 那就自然沒有胃口 好了 然後你想像一下 如果醫生給你排便 通便院 你會不會 那二十天的便秘 那些便便會 憑空消失了 不會的 他要出來的 所以 當你塞了一輩子 各位觀眾 你那些糾結 情緒 不論他是在情緒層面 還是在物理層面 他是不是要出來 他就是會出來 所以 他不出來 我沒料 他出來 我做到事 你應該開心才對 你不可能覺得我有問題 我有 真是 奇怪的消費者 好了 然後 所以 身體層面 剛才所說的 關節痛 腫 魚 周身痛 被人打 好像感覺 然後 救患復發 絕對是正常 好了 情緒方面會怎樣 就是 底輪和什麼有關 恐懼 底輪人最怕 不能上班 最怕沒有錢賺 最怕你妨礙他上班 山竹也要上班 所以香港有很多底輪人 所以我講的 麥論是說到氣急 那些都不會明白 不要緊 但那個星期 底輪 青底輪 就是會爆恐懼 爆不安 爆焦慮 爆沒有安全感 OK 譬如包括 你覺得 我老公一定不愛我 他一定有另一個女人 那些就是沒有安全感 會爆出來 明白嗎 而你這麼多年來 可能你對他有很多不滿 因為不安全感 他給不了安全感給你 可以嗎 又會在這個時候爆出來 所以你如果是放煙花 但是 清理不同的輪位 是會爆不同的東西 我接下來的集數會慢慢講 我要一字記之約 很快地講 很簡單 底輪就是會爆恐懼 不安 焦慮 沒有安全感 生殖倫爆的就是 框架不自由 覺得被鎖實 覺得無法發揮 覺得自己好像坐牢一樣 OK 好了 還有就是我們叫做 shame 就是讓人令人覺得很羞恥 不如覺得自己胖很羞恥 覺得自己是女性很羞恥 那些感覺 OK 好了 如果是清生殖倫的時候 就會是 女生就會來黑兒媽 我有一個客人 來了14天還是21天 我記得 黑色的M OK 還有可能有啡色的分比物 有一個客人 其實是很經典的 她已經全割了 整套女性的生殖系統 但是她居然清生殖倫期間 是排啡 她是解釋不了為什麼 我跟她說 因為就算你割了 那個能量都還在 所以她一樣會有一樣東西出來 跟著還有蛤 就是不斷去大便 OK 清太陽倫就是會惡氣 物理層面會惡氣 胃會搞 胃不舒服 跟著甚至嘔 胃會搞痛 而情緒層面就是無助感 無力感 跟著覺得自己改變不了什麼 覺得自己很沒信心 自尊心低落 這就是太陽倫的清理 心臨的清理 生蛇 濕疹 心血管理 你會哮喘 氣速 鼻敏感 都是跟心臨有關的 然後還有什麼呢 就是 情緒方面就是爆哭 爆哭 爆傷心 爆不開心 清喉倫 耳鼻喉出問題 肩頸肥痛 喉嚨不舒服 肩頸肥痛 情緒方面就是 你會想罵人 真的 你會有些事情 你抑壓了很久 那個朋友 沒有見過一段時間 就割了脊 但不知道為何清理期間 你很想打電話去 粗口 嘻嘻 D7 大家聽了明白就明白 很想罵他 還有會在一些 你屈了在心裡很久的事情 你想說的 你會突然之間 不知道為什麼 會說出來 之前說不到原因是什麼 因為太陽輪也沒有力 其實太陽輪是勇氣 信心 你沒有信心 沒有勇氣 他就在那裡繼續吃著 微心輪清理的時候 是發噩夢的 人在那裡 睡不著 睡不著 睡得很差 明白嗎 然後 個人很灰 更加想同備 更加不想面對 這個就是清理微心輪 頂輪 然後 懷疑人生 懷疑人生 然後覺得 我做這些 我一定被人騙 做女王一定騙 一定是騙子 那些 然後他很混沌 brain fog 這就是清理頂輪 好了 我想說回這個男生的案子 就是 我為什麼會跟他強調 他我特別強調 因為他 我知道他的底輪一定很嚴重 為什麼呢 因為他七歲的時候 七歲之前 其實 他爸爸已經離開了家庭 簡單來說 是拋妻棄子 不要他的家庭 所以他在七歲之前 就被爸爸拋棄了 整個家庭 OK 然後他媽媽很大打擊 就把他交了 我不是很肯定 是婆婆還是社工 OK 總之連媽媽也不見了 所以他的童年是有這個創傷 你說這麼小時候發生 你不要管 小時候發生 跟你沒有細胞幾 是兩回事 所以不要咬我 家庭牌 有這方面知識的人 就會知道 其實不論你是什麼時候發生的事 包括你婆婆經歷的事 你也有份經歷 因為你婆婆 其中一顆卵子就是你媽媽 明白嗎 所以你媽媽的經歷 是你會接觸到的 尤其是女性系統 所以以前生殖倫時代 我們沒有是社會 因為你肯定知道你媽媽是誰 但你未必知道你爸爸是誰 就是這樣說 OK 好了 而他經歷過這個 被爸爸拋棄 再沒有媽媽 然後一輩子 最需要愛 最需要和父母建立愛的連結的時候 這段時間是斷了臉 即是我們叫做 There is a break in the bond 尤其是 both parents 所以我已經知道 這件事一定是大工程 一定是大工程 好了 之後 我一再和他強調 你要小心 你一定要堅持 OK 這個禮拜會發生很多事 好像放煙花 好像火山爆發 But just bear with me 你堅持下去 你忍下去就可以了 清理到第五天 我回公司那天 我見到他 他怎麼樣呢 就看到他的右手 不是打石膏 而是 他有一塊東西 紮住了 他就說他斷了手骨 OK 大家可能就覺得 這麼巧而已 這樣 我告訴你 你問我當然不是這麼巧 第一 骨頭關節 記不記得我跟你說是和什麼有關 是底輪 他是那個禮拜造成的 骨頭關節 肌肉屬於底輪 右邊屬於什麼 陽性默輪 Yang Chakra 在這裡 Yin Chakra OK 我按我的左邊 我一點反應都沒有 但我按我的右邊 這樣 右邊是陰 就是媽媽那邊 他出事那邊 是右邊的手 還有再神奇一點 我告訴你 就是 他收到他 爸爸 記住 他爸爸在六歲幾的時候 不要他 傳給他 想見他 想和他 reconnect 也都是清理的時候發生的事 好了 未完 再發生的事 就是 他 那時候我想告訴他 我不知道 我跟他做清理的時候 我不知道 他第五天上來 用鼠尾草 火元素 淨化噴霧 還有陰差的種盤 就是五元素 地水火風空 幫他做淨化的時候 他說 他說他不斷發惡夢 他女朋友也在 他說他不斷發惡夢 是發什麼惡夢 就是在現場看著自己婆婆跳樓 原來他婆婆兩年前是跳樓過身的 我當時是不知道這件事 OK 而事實是 他婆婆跳樓的時候 其實他不在現場 但是 他那個禮拜發的惡夢 他是在現場看著他婆婆跳樓過身 他當時嚇醒了 他當時覺得是極度恐怖 還不知道發一次 是不斷發著這個夢 他當時很害怕 因為他很不想再發一個夢 然後他已經令到整個人很不安 很焦躁 很不舒服 即是恐懼 你明白嗎 看著你婆婆跳樓 但他明明當年他不在現場 知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知不知道為什麼微心輪會失 因為你迴避真相 你不願意看見真相 你逃避 而其實為什麼他的高我 要他看著婆婆跳樓 因為當年他婆婆跳樓的時候 他沒有去面對 去處理這個傷痛 這個創傷 所以現在就不斷要他面對 我想告訴大家 再恐怖一點的部分 其實就是他現在沒有再上來 第六和第七次 他答應了要做第六和第七次 因為我們每個人的默倫清理 都是要完成七次 你親身要上來七次 如果你在海外 你不用灰心 我們會幫你找出執行 就像生孩子也有代母 我們找代母幫你 但是供應你是海外才行 如果你是本地 你不要跟我說 有任何理由 你不想來 我不會理你的 OK 他的高我跟我說 就是如果這次再回避 他答應了 他再回避的話 下一次 他就不是發夢 看到他婆婆跳樓 他會以他婆婆的身份 第一身去跳樓 我希望女朋友 你聽到 我希望你告訴你 另一半 他要勇敢地面對這一次 OK 因為這次的清理 是把所有 大家要明白這件事 是你這輩子 積壓了所有 的情緒糾結 一次過釋放出來 而這個情緒糾結 是因為你過去 經歷了一些創傷的時候 引起了情緒 你不願意去面對 你不願意去處理 包括身邊的豬隊友跟你說 哎呀你不要哭了 他不值得你哭的 都過了去 他是個壞人 你為他哭你 我不愚蠢 那些 其實那個人 值不值得哭 是當事人決定的 他已經在哭 就證明那個人 值得他哭 他有這個感情投入 他才會哭 他才會傷心 明白嗎 所以身邊各位的豬隊友 你不要再做豬隊友 如果你有朋友哭 你有他哭 你不要碰他 哭的當時人也不要抹 OK 我和所有清理的客人 都說得很清楚 這件事 哭你由他爆出來 不要抹 OK 清理麥倫就是這樣一回事 就是把你整輩子 存在的垃圾 一次過倒出來 不是所有人都有勇氣面對 OK 但是我們每天都看著 清理的客人 怎樣從過身生 怎樣脫胎換骨 怎樣一個禮拜前 他還有一隻鵪鶉 開不了聲 說不出話 但是清理了幾天之後 他突然變成開龍爵 不斷說話 而且整個人都開朗了 懂得笑 那些 然後懂得罵人 還有我想提的是 如果之前做過七天 七麥倫清理 因為我們的麥倫清理 七個麥倫 一定是清七天的 OK 我會再幫你們做一次 不需要費用 這個強調 不需要費用 做一次入房的 OK 深層的麥倫清理式房 這個就牽涉高我了 OK 這一部分呢 就是你再發訊息 去61414555 然後跟同事約時間 不會有任何的費用 OK 幫你做一次深層的麥倫清理式房 這個就牽涉你的高我 如果你清理了麥倫 我想你都相信有高我的存在 但如果你居然清理了麥倫 而你不相信高我的存在的話 那一次你就會知道 我有一個很興奮的例子 OK 清理完之後呢 他都覺得還有些東西未放 但是跟著入房之後 OK 他歌我就給他看 他的心靈為什麼濕 OK 原來跟這個批判思考有關 跟著 為什麼這兩個位原來會痛呢 心會痛 頭會痛 原來就跟這些東西有關 這個個案 我下一集講 OK 今天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多謝你們的支持 食物方面生酮的食物 我們今天已經煮了很多 就欠鴨胸和豬腩片 還未做 其他基本上都有 現在天氣冷 就強烈推薦大家喝麻油雞 因為麻油雞很補的 裡面有些藥材 還有好吃 當然 大家可以試一下 我們是有跟飯 你可以選擇椰菜花飯 或者蒟藥飯 我想他有可能要教你們 到時怎樣做 因為我自己的整件是很好吃的 不知道為什麼 有人說很韌 可能你不會做 到時就問我們 我們教你怎樣做 好嗎 洗頭 記住 對回自己的產品 如果在用那些品牌 就麻煩你扔掉它 如果你有機會 可以給我一個機會 我試一下我的洗頭鑑 我會很感謝你 我的洗頭鑑 挨著一百元一塊 或者百鬆一點 一塊 但裡面是真材實料 而且如果你跟我說 不要用的話 我會把錢給你 因為我對我的產品很有信心 我看到你每一件產品 的方法都是我定的 除了買回來 代理員 包裝你的名字 不是我的那些產品之外 所有其他產品 都是我自己研發的 方法 所以我很有信心 是很好用的 如果可以的話 我的產品是 你用了你可以安心 絕對不會有什麼DMDM DMDM 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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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de and Tune DMDM 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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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洗頭巾用幾個月很好用 所以其實它雖然是一百元左右 但是真的用幾個月的 我的東西其實不貴 給我機會 你們要懲罰我 好了 講到這裡 如果有什麼特別想聽的 或者有什麼想問的 其實可以留言給我的 我們下一集就會再講 下一集會再講 剛才所講的 那個糖引起的精神無病 精神疾病 還有超市要避開哪三十樣東西 雖然有機會 國情不同 還有 昨天更加多的 個案分享 Liu Vivian 你可以上我們的網站 你直接傳WhatsApp給我們 也可以的 是的 Emily 可以的 我們的網站 我將會重新做過的 要花點時間 越洗越戴狗 不是吧 我想見識一下 大佬 如果我們有什麼 脫頭髮的情況 我們也有些產品 針對這些東西 但是我盡量不想在節目上 好像說產品 之前被人誇張 說我講過雜誌 我想我接下來 可能用少許時間說 OK 好 謝謝Joelle 我洗頭很正 OK 好了 想聽什麼留言 有什麼問題都留言 Hi Leanne 你還在這裡 OK 好不好 我們下個星期見 下個星期什麼時候 留意我們出帖 我們通常會在 生童感受的項目 通知大家 接下來會有節目 什麼時候 好嗎 OK 拜拜 大家 拜拜 拜拜